剛剛下課大家應該都有開機去講電話對不對 麻煩一下關靜音 我說真的我們每一個講師 他們在演講的時候都有一個邏輯一直在講去分享 最怕被打斷 講電話的時候一定會打斷 你不要說我講得很小聲 我都甚至上課我們一氣呵成 我們把電話關靜音 或者乾脆就關機 這樣你們聽演講會比較完整一點 而且對講師我們也比較好整個延續下去 好幾次電話一講 電話拿起來一講 我們會愣在那裡 真的 麻煩一下各位 我們不會暴力啦 我們不會像美國那個電影院裡面 人家在手機傳簡訊 然後那個退休警官就把他 砰一下就把他砰掉了 我們在這裡都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 我們念了第三條 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離開台灣 對他的一些政策 我們的立場 各位要知道 從頭到尾我們都不使用武力 不使用暴力 我們直輕美國使用武力 我們也不要再叫他暴力啦 因為像淵淵相報何時了 他對我們再怎麼嚴格 我們也希望他離開就好了 而且福建平台已經建設的差不多了 從荒蕪一片的小島現在都已經 中國第二代都可以去那邊抽房子了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各位一定要了解一個概念 今天中華民國離開 各位要去中華民國以前 就留下來的行政單位去接政權嗎 中華民國離開 他會把所有的東西移交給誰 美國軍事政府 那我們是去跟美國接政權 我們是去跟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跟中華民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除非你很挑釁 趁他人還沒走 就霸著不讓他出去 去鬧他 所以我們 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 但是對他現在的任何的動作 我們不合作也不配合 但是你要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快的話 你可以現在都不用理他 如果說還會拖的話 你就要去 可能他會對你的一些處罰 這樣 就像我跟各位講 我自己本身開那個 我們現在我們都叫紅牌 我開紅牌的 我車子有掛兩面牌子 我們有很多同心都掛一面而已 那中華民國的交通警察 一定會把你攔下來 他也一定會開你罰單 那請問一下 秘書長說過 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發單他會負責 是掛一面牌還掛兩面牌 當然是兩面阿 美軍交代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所以現在是掛兩面牌 上面是我們的牌子 下面是中華民國的牌子 他還沒叫你拆掉 你就不要自作主張 奇怪我們在日本時代 我們都很守法 到了中華民國這邊 我們一天到晚都講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都很厲害 我也會被挑釁 我不知道是被 我們就這樣穿著要去台北做演講 不知道是被 中國人的第二代還是什麼 他又挑釁他又逼你的車 然後一直在那邊跟你 搖一下車窗在那邊罵你 沒有關係他囂張 他囂張也囂張不了多久 所以我們不要去跟他挑釁 我們明明是會贏的 會贏的局面 我們自己把他玩到輸了 台議在說會贏的轎 包到輸出去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我們不要跟他挑釁 但是你可以不合作 不配合 他的政策 你可以 我先講好你可以 但是你要有那個gas 被他罰錢 你可以不繳稅 你可以不繳健保費 你可以不繳國民年金 你可以不繳勞退金 你可以不繳那些 你可以 不合作不配合 但如果被他罰錢 你剛好要出國 或被他限制出境 那你要有心理準備 或者說你很確定 年底就要執政了 現在開始什麼都不鳥他了 這是你自己 我沒有鼓勵各位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自己有做 我自己有做 因為我不爽 我就是想要找 去跟他 去不合作也不配合 我們的立場 戰爭史 我們的台灣戰爭史 第295篇吧 台灣民政府法理學院 上課必修教材 各位回去一定要看 在官網 左下角 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你400多篇 你可以先挑這邊來看 看清楚一點 你會了解 美軍 在戰爭法的架構之內 執行琉球機關佔領 琉球佔領 琉球佔領 每次講到都很延期 那時候 日本太重視我們台灣了 你知道日本那時候 二次世界大戰 他派什麼軍隊來駐守台灣嗎 第十方面軍 日本最強的關東軍 步兵炮兵空軍 都把最強的軍隊駐守在台灣 因為他覺得台灣 失守 大概日本就危險了 所以他最強的軍隊在台灣 那 我是一個軍事將領 我今天要去打敵人 萬不得已 我覺得不會正面交鋒對不對 我幹嘛拿我最強的軍隊 就打你最強的軍隊 兩敗俱傷 而且那時候 日本軍隊都打贏美軍 偷襲珍珠港 那時候要不是那個 他們擅自改變策略 好不好 日本就長驅直入了 因為那時候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消滅所有的船隻 第二個階段把他們油庫炸掉 結果他們有航空母艦回航 所以那時候司令官覺得說 航空母艦很危險 先把航空母艦炸掉 結果沒有第三波 繼續炸油庫 本來第三波要繼續炸油庫 結果沒有彈藥了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就是策略失誤 如果把他油庫炸掉 美軍元氣大傷 所以那時候其實 美國的軍隊 蠻怕日本的軍隊的 蠻怕的 然後在台灣又有 第十方面軍 關東軍束手 所以日本就跟 美國就跟中華民國一樣 開始講以退為進 轉進 怕蘇招養 他們說我們開始實施 跳島戰術 哇哩咧 什麼叫跳島戰術 跳過人過 跳過台灣 他跳島 第一個 硫磺島 然後看到台灣的時候 最強的軍隊在哪裡 跳過去直接打琉球 所以1945年的3月26號 他打琉球 五天就把琉球幹掉了 五天 所以1945年4月1號 佔領琉球 你有沒有發覺 那時候已經在實施戰爭法 他一佔領琉球第一件事情 做什麼 成立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1945年的4月1號 同樣那一天 日本天王宣布什麼 台灣 哪有那麼快 台灣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開領土 台灣人民對日本 擁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所以同樣在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淪陷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永久的領土 各位要清楚 當一個 當一個殖民地 他要放棄他的所有的主權 像義大利放棄對索馬利亞的殖民地所有的主張主權 他只要放棄 right跟title all right跟all title 放棄兩個就好 因為是殖民地 但是日本天王放棄台灣的時候 他把台灣的 他對台灣的權力他先放棄 他的權力被suspend 被吊起來的時候 被懸吊起來 不是被吊起來 他沒有被吊死 他被懸吊起來的時候 日本天王要放棄台灣的什麼 all right all title 跟all crime 跟所有的主張 所有的名氣請求權 他要先暫時放棄 這是對領土 跟對殖民地要放棄的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 琉球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呢 美國他佔領不可以移轉琉球的主權 所以他只能成立 琉球美國軍政府 他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慢慢把琉球還給日本 但是 不是 他在琉球就建立一個基地 叫什麼基地 蛤 琉球在美國 不是 美國在琉球建立一個 普天間的軍事基地是不是 還是管達那 還是 普天間嘛 是普天間基地啦 他的租約是多久各位知道嗎 99年加99年 99年加99年 還可不可以再租 可以 再加99年 反正他一直租一直租一直租 他的時候在古巴 關達那的那個軍事基地他租幾年 99年加99年 所以 他委託中華民國佔領台灣 可是呢 他一樣跟台灣人民租一個內湖的軍事基地 美其名是那個AIT 他租那個軍事基地租多久 99年加99年 各位很清楚 然後那個基地 從頭到尾台灣人都不知道他在蓋什麼 非常秘密 很秘密 那個軍事基地 真的很秘密 可以容納多少人 可以容納好幾千個美軍陸戰隊 你們有沒有美軍陸戰隊 到底有沒有 有啦 他們已經在裡面駐紮了 等到他們有一天穿著制服 在街上跑來跑去 你們就知道了 而他們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還不會醒 他們為什麼會跑進來 還愣在那裡 這就是台灣人 無感 來 1945年的8月20號 他成立沖繩諮詢會 1946年的4月24號成立沖繩民政府 1946年的10月3號 燕美群島臨時北部南西諸島政廳 1947年的3月21號 宮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 到1950年的6月15號 成立臨時琉球諮詢委會 到1950年的12月15號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1951年的4月1號 整整過了6年 成立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再過了一年成立琉球政府 所以這個概念要清楚 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從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到後來台灣政府 可是去年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他們以為台灣政府 台灣就要獨立了 錯 大錯特錯 我們的真正的完整的民進是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底下的台灣政府 你看他成立7年 從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琉球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 佔領日本 琉球的模式是什麼 琉球列島 美國軍事政府 設立琉球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 美國設立琉球政府 所以這是完整的 這個佔領模式 那戰爭法來推論 台灣應該怎麼樣 是不是要先成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再來台灣政府 再來變成日台邦聯 應該是這樣的模式 結果那時候 因為日本是敵人 他不太想把台灣還給日本 因為台灣的地位 比琉球重要多了 資源豐富 建設的很好 台灣的戰略的要衝 結果呢 他說我要找一個我信得過的 我信不過日本的那些首相 因為他們太厲害了 所以我找一個信得過的 所以我找一個信得過的 找一個我的 那個 走狗 叫蔣介石 蔣介石到底是歷史的偉人 還是一個俗辣 你們都知道了嘛 可是很多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耶 他真的都很厲害烙袍的 然後他很狗言殘喘 然後他很厲害 什麼我們台灣自動推出聯合國 台灣到底是自動推出聯合國 還是被人家趕出來的 全世界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 實質佔領中華 那中華民國 在那裡算什麼 全世界都承認 大家都投票表決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被趕出來了 他絕對不是自動退出的 以蔣介石的個性 他能夠在那邊狗言殘喘 他怎麼可能不在那邊狗言殘喘 所以那時候教育全台灣的人 讓我們全台灣的人敵愷同仇 聯合國對不起我們 他把我們趕出來 聯合國沒有對不起我們 是我們自動要退出 我們很有國格 所以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模式 應該是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和台灣政府 但是他請中國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應該台灣中國軍政府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他們頭前都無啦 這是軍的嘛 前面都有然後後面就沒有了 就像那很標準的故事 有一個太監就問到那個 每次就問那個紀小蘭還是哪一個 他說欸你很會講笑話 那可不可以講個笑話給我聽 然後那個紀小蘭就捉弄那個太監 他說好我講給你聽 從前從前有個太監 然後他說然後呢 然後呢一直問他 他就一直走進去 走到快皇帝那邊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快要見到皇帝了 他跟他講說下面沒有了 所以他講笑話嘛 他用太監講個笑話 那中國就真的太多太監了 所以他到後面下面都沒有了 台灣中國政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改制為台灣省政府 然後設立台灣民政府和台灣政府 下面也沒有了 所以中國佔領單局 從1945年10月25號 依照盟軍協議分配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他們史上他們稱為 台灣的那個中國的歷史史稱光復節 他是依照盟軍協議分配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盟軍的協議分配佔領 跟台灣光復有什麼關係 他從來沒有協助被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現階段本職為台灣 台灣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乃至未來 台灣政府設立其運作佔領的責任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之前不得廢除 所以李登輝那時候說要廢省 為什麼不能廢 他是我們未來的台灣民政府 運作的很重要的一個單位 怎麼可以廢 所以只能動省 暫時凍結起來 他們真的中國很會咬文嚼字 所以現在動省 動省就是準備讓我們台灣 將來可以接掌運作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中國殖民政權在美國當局認可 因為代理美國軍政府得以繼續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但是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當局完全有立場在親自執行佔領日本台灣之後 依法設立台灣民政府 我剛剛前面有講過了 中國人就會用兩面策略 他第一個做什麼 不順從 然後呢 依照美國承認的戰爭法 所以他228事件 他不會說是台灣人想要回歸到日本 他說台灣人想要叛亂 想要什麼 所以他跟美國講我實施戰爭法 所以對他們就是唯一死刑 他可以用合法的 他這時候他就跟你講戰爭法了 他把我們歸成中華民國國籍就不用講戰爭法 反正他做他對的事情就是戰爭法 不對的事情跟戰爭法沒有關係 所以你會了解他完全不守法 講到不守法 我們要開始練習改變 我講真的 那時候有一個日本的教授 在日本的大學邀請台灣的教授 到日本去做講學 去做考察 那時候台灣的大學教授到了日本 日本想說人不親土親 所以他派出了台灣的教授去接他 然後在東京火車站 台灣的教授開著高級轎車去接我們台灣的教授 日本 在日本的台灣教授開著高級轎車去接我們台灣的教授 台灣的教授一上車說 你開高級車喔 他說很簡單啊 他說可是日本東京不是很難停車很難開車 他說對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日本政府很笨啊 我們只要在鄉下 租個 在日本先租個車位 東京先租個車位 我有車子了對不對 然後去鄉下買車 再把車位退掉 車子就可以開來東京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他在日本要有車位才能買車子 所以他車位先租 租了以後就退掉了 他就有車子了 他說日本就這麼簡單嘛 日本人頭腦很單純 所以很好騙 我車子已經開了 他能耐我何 我路邊隨便停 好 台灣的教授學到了 一年之後呢 台灣的教授又到日本去做考察 這一次呢 日本大學派 日本的教授來接他 一樣在東京車站 結果呢 那個日本大學的教授 坐地鐵來接他 坐地鐵 他說欸 你怎麼沒有開車 你們教授薪水不是很高嗎 他說在東京喔 不能開車 因為要有車位才能開車 他說很簡單啦 我告訴你喔 去年我認識一個台灣教授 他先租車位 然後就把車位退掉 然後就可以買車子 他說 喔 如果要這樣的話很簡單啊 我的媽媽在鄉下 我可以在鄉下買車 然後開到東京來啊 日本教授說 我的媽媽在鄉下 我可以在鄉下買車 鄉下買車很容易 再把它開到東京來就好了 但是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法律就是法律 所以你會看到在日本 我常去日本 在日本的路上喔 他的街道 他每一個駕駛的技術大概都很好 他的街道比我們台灣的每一個 每一線道每一線道的間距 比我們台灣小欸 他遊覽車開在上面 每一個都很安全 然後呢 重點是在日本的馬路上 在熱鬧的馬路上 你都看不到交通警察 他們就這樣會遵守交通規則 跟交通的秩序 禮讓行人 所以有的時候 剛從日本回來台灣的時候 會不太習慣 因為台灣的車子都會橫衝之中 他絕對不會讓你 這是每個民族性 中國人喔 大概在兩三百年前 從康熙那時候就開始壞掉了 因為康熙他為了他體恤 他覺得他當了五十幾年的皇帝嘛 所以他死的時候 他跟庸正他的子孫交代 我子子孫孫要愛護我的中國人民 中國同胞 所以都不能加稅 永不加富四個字 永不加富就是永遠都不加稅金 結果庸正他要打仗啊 他要打準格爾啊 他要打很多的國家 他要打仗要錢啊 他沒錢怎麼辦 你要當官可以 錢來 叫做買官的銀子 你犯罪了 判死刑很簡單 你不想被判死刑 錢來 易罪贏 用錢來買罪 所以從那開始 我沒有加稅喔 我只是過路要過路費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海關 他在海岩什麼 就要開始過路費 他開始巧立明目 開始徵收很多的稅金 那時候就是滿清已經萬萬稅了 到中華民國當然也萬萬稅啊 上令下水嘛 所以那個時候乾隆 接下來的皇帝 一個一個都比一個一個 會去A錢 中國人到了全世界各地都一樣 有一個中國留學生 到法國去留學 他念法國的第一大學喔 畢業成績很好喔 那時候中國又正在起飛喔 經濟正在起飛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你到中國去 他到那個中國一定有很好的發展 法國的企業 跨國企業看到他也都很高興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才 都準備高興聘請他 可是呢 一看他的資料之後 都沒有請他 那個中國留學生就很好奇 他應徵了大概十幾家公司 到後來受不了了 另外一家跨國公司 他就直接進去 他說 我的條件好不好 他就問那個應徵部門的人士 他說你條件很好 每一個人都說我條件很好 為什麼不讓我到你們公司上班 他說可是你的超性不太好 他說什麼叫超性 品德 他說我們法國地鐵不用買票 不用驗票 你要進去地鐵自己買票自己上車 可是我們發覺你有兩次 逃票的紀錄 他說才兩次而已 就叫超性不好 他說 我們看你第一次逃票 是剛來法國的一個禮拜 我們會當作 你不了解怎麼買票 那我們有專人跟你講解之後 你過了一年你又逃票一次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推定 你這四年來 你幾乎都沒有買票 所以你是逃票好幾千次才被我們抓到 兩次 他說 我是一個留學生 中國很窮苦的 你不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能省則省 你們又自己又不用驗票 是你們政策的問題 你們制度的疏失 才會讓我們找到機會 法國說 我要請你到中國工作 我可能給你一千萬兩千萬美金 去處理中國的市場 你的道德行為如果有瑕疵 我怎麼敢把那麼多錢 敢給你那麼多的授權 這是中國人 這都是事實啊 所以你看到中國 他開始就用兩面手法 你順從他 他就跟你講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不順從他 我告訴你喔 國際上有戰爭法 戰爭法是唯一死刑喔 所以呢 順從就解放中國 把本土台灣人納入中華民國憲法 就地合法 把台灣併入中國 企圖就地合法 什麼叫企圖 他有這個想法 想要化成做法 想要化成實際的行為 這叫企圖 但是企圖第一個要合法 結果他沒有辦法合法 他到目前他的企圖 都沒有辦法完成 因為全世界都不承認 你企圖就地合法 你至少在聯合國要通過 通過中華民國在台灣 聯合國到現在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通過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國在領當局 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被視為認同中國 中國人的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 當中國人也不是 不當中國人也不是 所以我們 美國說我們 淪於政治戀獄就是這樣子 我們本土台灣人現在 要採取兩手策略 也要他也要 我們順從 中國佔領當局 暫時效忠 因為 不效忠 不必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連結美國日本 所以呢 我們要請美國 繼續的協助我們 讓我們台灣的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完全的切割 跟中國只要當貿易的朋友就好了 我們跟全世界以後就像瑞士的 我們台灣以後就像瑞士的中立國 我們以後就是跟每一個國家 都當一個貿易的好夥伴 這樣 太年級了 民政當局的概念 佔領著 民政當局 是幫助穩定 這個軍事政府 所以民政當局的任務有三種 第一個民事援助 第二個 善意領土的民政當局 第三個 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他的履行條約協議 或國際法所發生的義務 所以美國軍隊在佔領地成立的軍事政府 也就是軍政府 他的民政當局 要誤設適當的被佔領方的人士 依照戰爭法設立民事政府 就是民政府 遂行治理權移轉 而且在萬國公法內實施治理 有關被佔領地的民政當局概念如下 第一個 你要很清楚 這些概念你要很清楚 你要讓你的朋友都知道 當軍是需要或合法指令要求軍隊 在被佔領區設立一個 暫時性的政府情況的發生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要有民政當局 因為有軍隊 軍隊進來了 總要有人管理行政 第二個 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是強制的勢力 被治理領土 是在美軍有效的控制之下 所以 為什麼被佔領的 我們是被佔領之下的民政當局 我們是一個強制的勢力 這裡不講民主的 因為那時候就回覆到 就像那個中國對我們實施 中國不可以對我們實施戒嚴 但是他對我們實施戒嚴 但是我們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之下 我們可以實施戒嚴 所以那時候是軍事政府管理 我們是軍政時期 一剛開始我們執政的時候是軍政時期 所以我們是民政當局致力於讓台灣人 整個素質提升 我們有受教育的權利 念到大學都不用錢 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非常多的權力 讓我們台灣的這些年輕的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像當初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的教育一樣 中國人用我們的資源去受很多很好的教育 再回來當我們的官 我們以後不用 我們都訓練我們自己的未來的子弟 讓他們受很好的教育 去學習怎麼當一個國際的 當一個國際人 第三個 美國軍方的目標是設立一個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以及盡快移轉一個適當有組織的政府 記住 美國軍方的目標設立一個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所以他說了算 這很清楚 他是老大 他一定以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 一定要日本出面 去跟美國談 如果今天基本上 我們沒有跟他對等的權利 我們是被他控制的 是美國軍事政府下面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一定要請日本去跟他談 就像當初 琉球請日本軍來談 然後琉球返還日本一樣 我們要有自己的這個條件 我們要有自己的揮灑的空間 一定要成立日台的邦聯 美國軍方會檢定篩選局訓練可靠的民間人士 順利移轉 採用當地的民間人士 占領軍保有行使高權的權利 也就是說 不聽話他就把你換掉 所以要了解 我們真的要了解 我們不是民主 我們的目的是讓所有的 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要經歷一些必要之二 我們透過這些軍政時期 讓中華民國不可能再進來台灣 讓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有兩面有好有壞 讓中華民國在這裡的一些殘餘 一些死灰都沒有辦法再復燃 讓他們完完全全斷了根 這樣子才能夠讓日本 我們才能夠很順利再回轉到日本的母國 賦予民政府官員的權利 並不自行終止軍隊在被佔領領土的責任 所以我們有權 但是軍隊誰在管 美國 就像波多黎各 誰在保護美國 保護波多黎各 美國 台灣以後 除非我們回到日本 所以成立台灣自衛隊 沒有的話台灣的保護全部都是在美國 所以美國的軍隊會在台灣的街上 橫著走 這是真的 沒有關係 至少比現在中國都來按得好 因為美國跟你講法律 他會跟你講法理的台灣 你跟他講法他會跟你守法 美國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目標是設立一個有效力的民事政府 而此 這個政府 不應該對未來及和平穩定有威脅 對被佔領的領土 民政當局的資源 應著重在民政當局 乃至民事政府是有秩序 跟有效率的過度 以國際法跟條約履行 義務的履行 所以你在這裡面如果有任何的官員 有任何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你妄想恢復中華民國 他一定馬上被換掉 他搞不清楚狀況他會馬上被換掉 或者你想恢復中華民國 或者你想獨立 這些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各位現在開始要把你的這個 腦袋清一清換一換 要了解我們現在的立場 跟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的處境 視食物者為俊傑 這為台灣好 所以要經歷這個過度的時期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狀況 我們不獨立 我們也不統一 這個好像有點中華民國在講 不獨不同 我們真的不能也不能統一 我們就在美國軍事政府的管理之下 去好好的協助我們台灣人民 將來成為一個富而好禮 我們每個小朋友都真的是守規矩 然後有國際觀的一些未來的下一代 讓我們的下一代都變成精英 被佔領的敵方領土是美國 為了排除敵方的控制 經由武力而佔有的地區 被佔領的敵方領土 台灣 是美國為了排除日本的控制 經由武力而佔有的地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灣 台灣 是日本領土 被美國 為了要排除日本控制 所以武力佔有 所以那時候才會讓台灣變成三等國民 我們本來是一等一等的國民 在日本統治下 他讓台灣的人整個 他想要讓台灣的人整個都變爛了 因為他不要日本更強 但是他現在他需要日本了 所以我剛剛在講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利益他現在非常需要日本 因為他在亞代地區的兩大 印度還好 但是他最堅實的盟友是日本 所以他一定要跟日本示好 所以日本一定會慢慢的讓台灣回歸到日本 因為日本從以前對台灣就有一個歷史情節 所以他一定要讓台灣回去 所以這些是我們樂觀其成 但是我們就是要讓美國 讓美國繼續跟日本維持友好的關係 讓他跟中國繼續當仇人 軍隊沒有需要 在被佔領的地區 存在以示戰友 然而軍隊必須有能力在領土之內的任何地區 迅速部署 強施權力 他在普天間基地 他有沒有去整個存在 讓在街上將 讓大家知道他佔有這個琉球 但如果他今天 他要那個 整個在這個亞太地區 他可不可以迅速部署 強勢他的權力 可以啊 在這島鏈的協防裡面 他的動作很快 所以這裡面可以知道 美軍到目前為止 因為在北部有F22 南部有F22 在日本 我告訴各位 日本也學會很聰明了啦 因為日本的 因為整個那個 國際法的關係 他們規定日本只能有自衛隊 所以日本的潛艇 只能有10艘在海面上服役 10艘 可是日本技術真的很強 日本的那些 我告訴各位 日本的IT技術 科學新資裡面有報導 日本IT技術領先全世界超過10年 日本人他們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最好的東西一定在日本的本土 好東西我自己人先用 我用的差不多了 大概技術成熟 我再開放到全世界 在日本以前的規定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5年之內的新車 可以在日本的路上開 5年之後呢 你要繼續開可以 買一台新車30萬 你開第六年 繳的稅金也是30萬 看你要買新車還是要 然後繼續繳30萬的稅金 他用這樣的制度 制度高於一切 所以他用制度 你5年之內的 我可以讓你再路上開 你開到第六年 稅金30萬 買一台新車也30萬 大家都會去換新車 這也這多 所以呢 他用這樣的制度在管理 所以你會看到 日本的5年以上的那個 都很好的新車 都在賣到東南亞 以前有一部分會留到台灣 但是因為我們的方向 不一樣比較麻煩 所以你會看到 像日本的制度 所以像日本那時候 10艘潛艇在海面上服役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日本隨時可以到海面去作戰 他說只要一戰爭 5分之內 5分鐘之內 中國大陸的海軍就不見了 他有這個 他有這個 自信 那為什麼 因為他在北海道 有超過120艘的潛艇 除役的潛艇 那請問一下 一艘潛艇下水 服役可以幾年 服役 台灣的潛艇 大概服役五六十年都可以 日本的潛艇一下水 服役一年之後就除役了 冰到北海道 這是真的 他就冰到北海道去等著 如果要作戰沒有關係 我120艘馬上下去 都在水底下 我看你的在上面有多少 我先把你水底下幹掉 再把你水面上幹掉 中國海軍五分鐘之內都不見了 連美國都會怕 所以日本是世界上 軍力第二強的國家 但是呢 他又不能戰爭 他只能很低調很低調 這也是他的 這也是好處 所以我們的無國 不再怕任何人了 所以他以後如果為了戰略 很簡單 你當初讓我的台灣人民 這樣子辛苦了69年 現在還我 美國一定會照做的 好 所以有史上述可知 美軍甚至日本 完全有能力 因為美軍安保條約 所以美軍跟日本完全有能力 在台灣島內任何地區迅速的部署 台灣即使沒有美軍住在 也是美國法理佔領的地方 這一點你可以回答 不知道台灣還有佔領事實的這些 無知的台灣人 中國人都知道 中國人他們自己都很清楚 他們都知道 來所設立的民政當局 體制的領導人是民政長官 通常稱為總督 行政官是指軍隊 指揮官或者其他被任命在佔領地區 行使權利的人 佔領國可以允許 既有的政府組織 在其控制跟監督之下繼續運作 所意味的是 其為倉促發展的一個機能 政府是最容易的基礎 因為已經到位了 這個重點 我講比較白話一點 就是我們已經到位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所以他直接交給我們最快 佔領國可以決定保留公務人員 或基於政治或安全理由 可以將全部或所挑出的人員 由其他有資格的人士取代 必要實行輔導 影響政治改革 強化政府機關跟機構 以及發展自治計畫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跟各位報告 像 各位如果要到每一個單位裡面 可能一堆的這個 效忠中華民國的這些 公務人員 突然被你管 他們可能一群人 要跟你辯論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除了法理 知識很堅強之外 你握有 財政權跟人事權 不聽話換掉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還有那個中華民國的那個 毒素思想 殘存 你有腦瘤 我一定把這腦瘤挖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真的不用擔心 這裡面就很清楚告訴你 必要實時 必要實的時候 可以將全部或者挑出來 你去把全部換掉沒有關係 我們會再派人過去 如果那一群人 一定要跟你辯 你有 你關心又關人 就像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行政長官 比如說他們到那邊去 警察局長不聽你的 你隨便 你隨便挑一個 隨便挑一個最低層的 你問他 你要不要當警察局長 他一定好 已經完全對你效忠 你挑那個 一線的 一線三星的這樣 他突然 那些管他的人 一天壓榨他的人 他突然爬到他頭上去 他不聽你的話才怪 你關人又有看 所以你不用擔心 聽到就比較鬆 聽到就比較鬆 這是真的 不是鬆嫁 在某些情況下 佔領國會認為有必要重組 或者撤換所 既有的政府或機關或機構 所以呢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最後念給各位聽 日本政府在1945年4月1號 將台灣編入日本國土的一部分 就體制而言 台灣總督府 應該由適當的地方制度 取代 不負有繼續存在的正當性 儘管如此 基於原本在台灣領土上 為既有政府的台灣總督府 在1945年的10月25號 已經徹底瓦解 美國當局應該督促 中國佔領軍依照戰爭法 尋最激烈的政權改變模式 在台灣佔領地 為本土台灣人設立一個 新的民事政府 然而美國當局 卻是縱容本質為 中國軍事政府的 台灣治理當局 將佔領日本台灣 誤導成為解放中國台灣 技術性的迴避設立台灣民政府 模糊台灣的地位 他一直在模糊 這60幾年他一直在模糊 我們現在要讓他變得很清楚 這是我們大家一起的責任 我們一起來努力 這樣好不好 好 回去自己把這個看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好個休閤掌魂金 各位同心 下個休息1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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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